王宿长 中西在场的文明治疗房 大家好 首先谢谢王寿长 给我机会来跟中大胡教授一起看中西在场文明治疗房的测试 今天我讲的项目是在胡教授文明讲非常好 因为他基本上把功能隐藏的和旗帜隐藏的大的框架 跟治疗的热点问题都已经讲了 我跟他讲了所以我就非常省力气了 我今天讲的肠胃病理我会次重讲在肠胃病的药物研发这个方面 这个项目本身我们在过去跟香港中文大学 跟胡志源教授的团队沈教授一起做了一些工作 我们想对这个方面做一点点简单的介绍 长一天中文在刚才胡教授讲了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功能性疾病 它本身有很多临床的症状 在香港的发病率也很高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疾病本身也非常的了解 所以具体的强细内容我就不说了 它的主要是两个发病的症状 一个是内脏疼痛 第二个就是大便性症的改善 有的可能是便秘 有的可能是腹泻 还有一种情况便秘 腹泻交气的情况 那么疾病发病的机制来说 比较复杂 有很多机制 有内脏疼痛的原因 有肠道蠕动 肠道封闭的原因 有植物生命更能混乱的原因 通常情况下 我们觉得这个机制的理解 越多的时候 是说明还需要我们越要探索 因为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机制 能够终结解决这个疾病的发病原因 在这个机制发病过程当中 除了这个我们前面讲到的 目前的越来越多的理解 发现的这个肠道菌群 感觉上跟这个肠一届终成的发病 实际上跟肠 老肠猪的这个病人关系 有越来越受到关注 那么肠道菌群这个概念 大概在三十十年前的时候 是非常的热 那么在最近这两三年 又开始热情 大家如果关注这个Nature Science 基本上每一期上面 都有这个肠道菌群 方面的相关的文章 那么我们在看到这个肠道菌群 里面实际上在 跟这个脑肠猪的每个部分 都有相关的关系 在肠叶终止的药物资料过程当中 实际上我们发现 以肠道为拔典的很多药物资料 都有陆陆处处的开发 不同的药物公式 在这个方面都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尼比方说包括这个五江山的收起的调节剂 那么有一些这个肌动症 像肌动症治疗那些 以便秘为主的残疾中复症 那么有一些这个 这个一字剂肌肤泻会计的残疾中复症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 像这个CRF的收起的这个肌抗疾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 其他的一些药物 那么很多的药物在这个方面的 都有不相关的发展 但是这些药物在链向治疗过程当中 并不能够终结解决 残疾中的链向症状 在最近还发现这个残疾中复症里面 它不单是一个肠道的问题 在中枢神经系统当中 依据目前的一些研究技术 你不要说这个肠道的这个 用这个方向MRR可以看到 在中枢神经里面 还有一些明显一些病例变化 所以看到这个 这个肠血中复症不单是肠的问题 所以有人提出来说 肠血中复症不单是肠易截 它同时还有脑易截 这叫做脑肠易截中复症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病人的时候 平常医生都会给他一个非常耐心的解释 给学生讲的时候 我们都会告诉他 说你不单要关注他的肠 还要关注他的脑 他可能是什么 有肠胃的症状的同时 有精神心理的问题 那么在现代社会里面 这个病发病越来越多的可能 那一个因素是因为目前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 房价也高 对吧 污染也严重 是吧 所以这个为什么 因为IBS的发疾越来越严重 是一个道理 所以我说 在目前的发展来看 我们不单关注脑的问题 也关注肠的问题 在脑肠族的异常这个方面来说 看起来引起的关注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图刚才这个 胡教授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就不花时间再说这个问题 那么在针对这个 这个肠阶中和症肠道资料药物里面 其实有人做过一个非常系统的 叫Systematic Review 从Review的结果来看 就是说 药物资料在乳中层上来讲 它的效果基本上不满意 基本上不满意 从目前的药物资料方面来看 所以这个文章 它比较在那个内科研尖上 我们在想就是说 当这个 在现代药物研究里面 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说 当它的疾病病因非常清楚的时候 我们针对这个疾病的病因 去发展药物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有非常好的 治疗的效果 比方说 我们在这个 发展这个氢微素的研发过程当中 它对细菌感染性疾病 治疗是一个革命性的病毒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只要找到 是因为单一细菌的感染 和引起疾病发生 那么去针对细菌去进行治疗的时候 我们临床的治疗是非常好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是 单一定义 然后去发展单一药物 这种情况之下 临床治疗的结果 通常是非常满意 而且确实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在现代医学 在现代药学的发展 在这个方面取得了 非常接触的成绩 我觉得这是要肯定的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会发现到 就是越来越多的疾病 它的疾病发病的因素 不单纯是一个因素 好多时候的因素 可能是多因素 这个多因素 固承当中 可能因素之间 还有因果的关系 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还 在用单因素 去发的药物治疗的时候 我们会碰到一个困难 就是说 单一把的药物治疗 可能不能带来很好的治疗效果 所以我相信可能 这个方面就是 很多一些代息性疾病 一些功能力疾病 这些多张其参与的疾病 这药物治疗方面 效果不太影响 一个可能因素 那么这个方面来说 可能在中药治疗里面 可能会有一点点好处 所以我们过去 下面我介绍的是 我们在长型科学署 所以我说要多些 长型科学署 的资质之下 我们跟中大的沈教授 胡教授一起 做了一个关于中药治疗 长期中的研发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中药对长期中的 治疗的考虑 主要是什么 就是他认为 我们说中医传统里面 把它分成两大量 主要类集 一个是干预疲虚 一个是干预疲虚 一个是疲虚量 主要情况 根据不同的情况 去做灵状药物的选择 在发病因素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可能有一些 情致的因素 可能有一些 在灵状过程当中 可能一些失误的因素 那么影响疾病的灵状症疗 所以它在表现出来的 灵状症疗里面 主要是疼痛的 肠道的改变 所以在灵状症疗上 表现出长一些 一些相关的证券 所以我说 我们在灵状资料 过程当中 我们深深属中药灵状资料里面 一个多系统 多化理 多读几个资料方法 比如我们把这个概念 开发了一个药物 之后呢 我们把过去在这个领域当中 所有相关的 长期中药灵状资料的 复方的灵状症疗 都拿去塞了一遍 塞了一遍 我们产生了一个基础的复方 基础复方 然后在根据 灵状药物研发 跟灵状症疗 灵状使用的过程 根据我们动物实验的过程 做复方 进行了调整 调整 调整之后呢 就进行了安全性测试 然后去做这种机制 然后也申请了这个票盘 然后最后呢 申请中国国家药检局的 药品审批的证书 我们这个过程已经走到哪里呢 走到这一步了 两个星期前呢 已经开始进入最终的终审程序 系统评估里面呢 我们把200多个股方 都拿出来看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找了一个就是 是以通缺药房为主的一个复方 那么有四个方 有四个药 这个药物 中间呢 我们进行一些调整 调整是根据什么呢 根据一些灵状经验 跟这个专家共识 把一些要去的 去掉了一个 比如说陈皮跟防风去掉 防风去掉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灵状药物研究发现了 在防风在药物上 有一些容易导致藏道 经文的灵状症团去存在 那么加了一些药物 根据临状使用的经验 同时呢 也根据药物 所以我们加了这个 五个药物 最后 有一个基本的方 就是把这个基本方定下来 但是没有定计的 所以我们在临状上去确定 去做了一个基本的浴室 同时呢 在动物上 做了一个基本的测词 发现这个方法 到底效果是怎么样子 那么做了一个 动物测试里面 做了一个简单的 一个止泻 跟一个止痛的实验 比较简单 最后把它确定一下 确定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 有一个很 有一个小的插曲 就是关于这个佛炭物 这边在灵状上 我发现 有人报道说佛炭物 有肾的毒性 那么我们在做 毒性性佛炭当中 特别对这个药做了关注 就把单位的佛炭物 我们拿出来做过一下 发现是安全的 后来最后的药的实验 也证明我们的机会也是对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 后来在这个方法的机制上 我们申请了这个 抢性科学署的基金 那么做了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 就是我们以重大的 沈教授 跟我们Deptis一起合作 做了这个研究 那么做了研究的第一步 是我们做这个方法的领床 过去我们大家都知道 重要的领床部方的问题 你问每一个方 都觉得是有效 但是疗效到底 有没有领床证据 没有 属于好多时候 我们的领床证据在哪里面 在心目当中 在病人的心目当中 但是没有上帝的Delta 可以证明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领床实验 按照这个 罗马二的规计标准 推荐做了一个 18个星期的 观察水防实验 具体的过程我们就不介绍了 做了结果之后 发现 其实我们发现 这个中药的领床实验 在治疗的八个星期里面 比安律节要好 也比西药要好 那么水防过程当中 比西药要好 这个实验是沈教授 跟胡教授前床做的实验 我们是习主 在中医习主 这个有个好处 就是西医的评价指标 对中药的领床领床来讲 相对可观很重 我们中药自己去做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有点像 一个通俗的说法叫王头卖瓜 这个不是王头卖瓜 这是沈教授卖瓜 沈教授卖瓜 那么我们把他申请了一个pattern 那么这样子 有拿到的pattern是好 但是除了之后 我们对他的中医机制 经历了比较强细的研究 我们选了几个模型 那么今天我会做强细的介绍 我们主要有来的模型 一个是感染后的长颗中复症 一个是精神紧张刺激的长颗中复症 因为感染后中复症 因为主要是对于冥状上 长颗中复症的发病类型 一个是长老感染 是长颗中复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精神因素 是长颗中复症的发生 和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做了很多的领域设计 那么这是我们一个设计 就是对感染后的长颗中复症的一个模型 我们用了几个不同的组 在长颗中复症的播放里面 我们用了三个伎俩 然后还有其空白对照 主要的研究指标 是针对这个五腔三系统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了一个 精神紧张的模型 就是精神紧张模型过程当中里面 我们知道精神紧张的时候 很容易导致病人苦痛 同时好多病的人 在长颗中复症已经有的时候 很容易导致影响症的加重 所以我们用了这样一个模型 基本上实验研究设计的过程是类似的 做完这个实验过程里面 我把几个重点的结果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是我们发现这个呼方本身 它能够对内脏疼痛有明显的 对老鼠的内脏疼痛有明显的改善 我们说这是一个正常老鼠 正常老鼠用了炎症 刺激之后产生模型的动物 另外一个是给它吃了 一个是养性药 一个是中药 那么中药治疗之后 你会发现能够明显改善老鼠疼痛的指数 当然好多人会问 老鼠怎么会知道疼不疼 那么老鼠它也不会 除非你学会跟老鼠交流 那么比较难 对不对 我们用了比较客观的指标 一个是复比的激电活动收取 这样的反应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红石的电活动 这就是复比的激电的一个活动情况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做了一个就是 在肠道过程当中 在乌江山的出群 最重要的一个失落细胞 叫EC细胞 EC细胞的数量 跟它的乌江山的含量 都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我们知道肠道当中的乌江山 人体上的乌江山 95%都出群在乌江山当中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这是不同的 另外一个模型 就是我们在精神紧张模型里面 结果是类似的 所以我就不强去说了 所以我们做完 不单是对乌江山的含量 我们对乌江山的受集 乌江山的转叶值 同时做了研究 我们发现的就是 这个复方本身 对乌江山的这个通路 它有非常明显的效果 非常明显的效果 我们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说 它对乌江山有效 是不是等同一 我们在乌江山的药物 过程当中 一些单体药物本身 针对乌江山受集的 一些化学药 后来发现 我们说 它可能除了这个复方以后 它不单是对乌江山受集的 通路有效 它对钙通道还有效 那么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实验 证明在乌江山对肠道的钙通道 它有非常明显的作用 另外一个人 我们发现 他对这个中书的 勒江山的化学药物也很有效 所以我们说 我们在肠道层面上 我们做了它的一个 这种机制的研究 同时在中书层面 我们也做了一个研究 那么这个研究的比较 一张图代表 但是做的时候 我们一个博士生做了三年半 才把这一张图的 所有的结果才做成了 然后他做完这张图 有八十四遍 我拿了一个博士学位 他做完对我来说 我拿了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福方来说 它本来是对肠有效 对脑也有效 所以我们后来发现 中书福方里面 我们所说的 多头径多马力 还真是有它的实证的依据 说它对这股腔 现在通路有效 对钙通路有效 这个Maintenance particle 也是有效 我们另外还做了一个就是 瑞益蛋白变成part 2的时候 也是有效 目前还在做肠道菌菌 对肠道菌菌的发现 它也有调整 所以中书福方的疗效 真是从这个福方的研究结果 来告诉我们 真是多途径和多马力 那么灵状的 反过头来我们说 在长期中乌症的灵状治疗过程当中 我们却在一个 就是说在治疗方面的一个变革 就是我们可能不能只是 针对它的灵状症状 可能针对灵状症状的过程当中 不能只是针对肠 也可能要针对脑 把脑肠的问题 同时综合去进行考虑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要考虑 在过去的病理机制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过去只是针对某一个病理环节的点 从这个角度来说 在药涉及里面可能会有问题 它的灵状症状的表现过程当中 它表现出来了 它不是一个点的症状 它可能是多病理环节的问题 那这个方面呢 就对我们说 药涉研究设计里面 可能会需要进行考虑 考虑的时候 目前我在考虑这件事的时候 所以目前大家看到 就是在网纳药理学的研 目前越来越成功 一个大家关注的热点 所以我们在网纳药理里面的 一个基础是什么呢 疾病的分子网络 疾病的发生里面 在一部分疾病是单通路 单拔点 单一手单拔点 那么越来越多的疾病 像一些功能性疾病 像一些代谢性疾病 像一些复杂的癌症疾病 它可能不是一个单拔点 单通路的问题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病理网络通路的 系统出现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要设计 要针对什么 要针对系统的病理网络通路 因此提出了 系统药理学的概念 而这个概念里面 跟我们过去讲的 中药的研发的 中药的这个 治疗过程当中 我们讲的均层桌子的 系统概念 相反合 相反合 所以我说中药如果能够 跟系统 跟网络药区的概念 能够结合起来 在信用研发方面 可能是将来对中和性 对多病理缓解通路的疾病 是一个途径 所以我说从 传统我们说的多巴黎出发的时候 有一个好处 有一个中医理论的指导 就是说它本身 从这个均层桌子的概念里面 它针对林权的不同政权 从IBS来说 它可以针对常 同时也可以针对王 所以在这个概念上来说 我们讲多巴黎的概念 是从中药复方式 一个好的起点 这是一个概念 我觉得是好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传统的多巴黎通路上面 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所说的 传统的多巴黎多通路 它的通路不清新 所以我说这个复方式 我们说不上来 这个复方的多巴黎 到底是哪一个巴黎 我们能够知道它是补皮 能够知道它是温圣 能够知道它是苏干 但是从补皮 温圣 苏干 能够落实到 现代的疾病病理分子 网络上的时候 在这个方面 我们只有落地 我们说不上来 到底是在哪一个方面 所以我说 可能从这个 传统的多巴黎里面 要什么呢 要像这个 现在的病理的多巴黎过度 那这个方面来讲 所以我说在传统中医里面 必须跟现代科学结合 传统中医必须跟现代的医学结合 所以我说今天办这个 我们传统中医科学结合这个平台 非常好 大家可以在同一个平台去交流 大家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然后一起去努力去解决 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说 所以有在影响伏方的基础上 根据这个系统的 网络要领的概念 采用系统生物体的理念 从传统的组分去过度到 以单体为主的 这个法相的组分结合 我相信是将来要研发的一个 一个通路 所以我说 我们在做完这个 到了SFDS之后 我们希望去开发一个什么呢 开发一个以单体组分为组合的 一个新的传统去治疗成统成统成统 我们暂时把它定名叫VersionQ 我们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把这个做成 所以我说药物治疗的研究来讲 在综合图局里面就要靠什么 靠症候 那么症候是我们的另做点 同时还靠什么 靠病理网络 靠这个药物化学靠这个的结合 在方法学层面里面更靠什么 靠线性思维跟这个环性思维的结合 所以我相信这个在IBS这个 我们探索的过程当中 这个治疗的理念 新疗研究设置的方法 它不单适合于传统的症候症 可能也适合于 以残疑中症为特征的 以多病理网络特征为基础的 疾病的一些新疗研究开发 这个地方我特别要谢谢我们重大的团队 那个由我们先教授和胡教授 我们特别要谢谢传心推出 没有传心推出的支持 我们这个故事是不肯的 那么也要谢谢我们这个 RCC跟很多直接的支持 没有他们 我们只是一个dual 没有这个源头是不行的 所以我想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对我们的分享 接着来我们将会进入 今天团图会的最后一个环节 即是我们第三个疾病的范畴 神经退化性疾病的中西医疗结合 受着这个的话题 我们有请香港中文大学 内科及治疗学系教授 郭芝瑞教授为我们分享 有请郭教授